我们先来看一下解放日报当初的这篇文章 题目叫还是晒出来更好 最近备受大家关注到的 八亿天价招待费的中铁剑事件 最新有了一个进展了 就当大家都在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 或者说是意见 看看怎么能够更好地管住这种招待费的时候 当事方给出了个说法 说他们有了办法了 那就是今后啊 如果谁要去请客招待 吃了饭开了发票的话 你必须要写明 这个发票上你请的是谁谁谁 钱花到了谁谁谁的身上 而且同时呢 据说每张发票最高不能超过5000 还有呢就是某一些类型 比方说什么洗脚的呀 KTV的呀唱歌的等等啊 这个是不能作为报销发票上面的抬头的不能写 看起来好像啊 这些方法都挺好 确实可以通过他们来有效的管控招待费的随便乱花 但是现在呢 有不少人就说了 这些方法真的就能够管得住吗 比方说写谁的名字 现在写好了 顶多也就是锁在了这个会计的柜子里面去了 谁也不知道 而且谁也不可能真的去查 还有就是所谓的不超过5000 那我大不了多开几张而已 另外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像什么KTV呀 洗脚房啊 按摩房啊等等 他现在都已经是一条龙服务了 都可以在抬头写明原因的时候 可以给你写餐费 写服务费等等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看起来好像还不太可能解决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 所以文章分析说了 真正能够解决的不仅仅只是内部的一个写明 而更多的是应该对外 对全社会 对普通百姓的一种公开和透明 也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和这个单位没有关系的人 都能够知道这个单位可能大概花了多少钱 请了谁吃吃饭 请了谁的课 送了什么样的礼等等 这些信息能够更加公开晒到太阳底下 也许这才是一条好路啊 但实际上其实在这儿呢 我还想说到的一点 那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办法 可能如果这个人手上有这些钱 而且他想花 他一定都能够想到一些点子把这个钱花出去 所以我觉得在管好他们 让他们更不敢花的同时 是不是还能够在钱上给他们控制一下 让他们没有那么多钱可花 也许在那种情况下 他才会想方设法的去减少一些花费 所以这些方法可能都需要我们还进一步的去考虑 帮助就在这儿呢 有点赞 有点赞